那繼續呢 我們來討論兩個電荷的受力 但是我們現在呢 這個兩個電荷的位置呢 我們稍微把它改變一下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化學會提到的這個極性分子 那物理呢 我們可以把化學的討論呢 把它更精準的把它量化 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兩個點電荷正Q負Q相距2D 在兩個電荷的連線的中垂線上 距離連線中點X的地方 電廠大小微和 那如果X大大於低 那大小會變為多少 那第二題 兩個點電荷 一個正Q一個負Q相距2D 在兩個電荷的連線的延長線上 那距離連線中點X的地方 電廠大小微和 如果X大大於低 則大小微和 好 來 各位 那我們怎麼算呢 那我們先來討論第一種狀況 如果一個正Q一個負Q 它是在這個中垂線上 好 距離X的地方 這一點的電廠到底是多少 那我說只要你會算庫倫利 你一定會算電廠 只不過是你再算一個單位正電荷所受到的庫倫利 所以不要想得太複雜 各位 這個正對正次利 負對正吸引力 你發現這兩個利的水平分量抵消 所以我只要算千值分量 我們只要把每一個利算出來 再乘以cosθ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單位正電荷 它所受的怎麼樣 所受的何利 好 來 所以我們這樣看 這個利怎麼算呢 各位 這個距離D 這個距離X 所以斜邊是D平方加X平方開根號 所以這個利我們把它帶進去 叫D平方加X平方開根號的平方 分之KQ乘上正1 各位 庫倫利就是R平方分之KQQ啊 所以我們現在只不過是在算庫倫利啊 來 接下來再來 那我們要乘上怎麼樣 乘上這個cosθ 我們只要算它千值分量 那cos叫做斜邊分之0邊 所以是根號這個D平方加X平方分之D 乘上兩倍 因為有兩個利 所以呢 這個你把分母的地方乘在一起 那化解一下 就會得到怎麼樣 就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是題目的第一個要求 那如果第二個要求 如果X大大於D呢 各位 假設這個單位正定你放得很遙遠 好 假設D很小 那我們前面講到 相加減的可以把這個小的忽略 乘的就不能忽略掉 所以你把這個D忽略掉 那就會變成是X三次方分之2KQD 你會發現這個結果 它是跟距離的三次方乘反比 各位 先買一場有伏比 點電荷它所建立的電場 是跟距離的平方反比 但是當這裡一正一副的時候 它所建立的電場 卻是衰減的更快 它是跟距離的三次方乘反比 那我說這個伏比叫什麼呢 一正一副 是不是有點像極性分子 一端帶正電 一端帶怎麼樣 一端帶負電 這個極性分子對周圍空間的影響 其實它是距離的三次方乘反比 衰減的更快 我們等兩個題目 這個講完以後 我們再一起來比較 所以我們現在看第二種狀況 如果是在連線的這個終點 延長線上呢 距離X的地方 那這一點呢 好 它的怎麼樣 它的這個電場到底有多少 那一樣我們再算怎麼樣 算庫倫力啊 這個正對正次力 負對正吸引力 所以兩個力方向相反 那等一下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相減 那你要仔細看題目的這個敘述 它是說兩個點電荷的這個終點 到這一點的距離叫X 所以其實正Q到單位正定的距離是D 再加X 所以這個距離是X加D 那負Q呢 好 到怎麼樣 到這個單位正定的距離呢 是X減掉D 那因為這個距離比較近 這個距離比較遠 所以我用大的減小的 因為題目只是要算這個大小 所以我寫X減D的平方 分之KQ乘上正1 去扣掉X加D的平方 分之KQ乘上怎麼樣 乘上正1 我們把它怎麼樣 我們把它通分 好 通分以後 那我們劃解一下 會得到怎麼樣 會得到這個結果 來 各位 那如果X大大於D 一樣 假設這個單位正定放得很遙遠呢 好 你劃解以後 你會發現 好 這個分母的地方變X四次方 這個D省略掉 D省略掉 這裡變X四次方 X四次方 這裡X一次方消掉 這裡變多少 變X三次方 你發現這個結果也是跟距離的三次方呢 這個怎麼樣 這個乘翻比 好 來 各位 那我們就要介紹兩個名詞 一個叫電偶極 一個叫偶極舉 那什麼叫電偶極呢 各位 其實這一正一副 那就叫什麼 那就叫電偶極 這什麼叫電 那就電荷嘛 偶偶就是兩個啊 那極呢 極我們講的就是相對的東西叫極 比如說南極北極 陰極陽極 正極負極 那現在呢 一正一副 這個我們叫什麼 叫極 因為它帶有電荷兩個 所以我們叫電偶極 這個電偶極呢 它就可以把它當作是怎麼樣 當作化學討論的 像我們講的這種極性分子 像HF呢 它就是極性 幅的電幅度比較大 相對來講電子吸到這一邊 那不就是一正一副嗎 各位 這個一正一副 是不是就有一點類似 我們討論的這個一正一副 這個一正一副 所以從我們剛剛前面這兩題的計算 似乎告訴我們一件事 告訴我們什麼事 這個電偶極對周圍空間的影響 其實它會怎麼樣 它會變成距離的三次方反比 這個電偶極對周圍空間的影響 是距離的三次方乘反比 也就是說這個極性分子呢 它對周圍空間這些分子的力呢 其實比點電荷要來的小 所以呢 各位化學學到 這個HF跟其他的這個分子之間 存在有氫健 可是氫健這個力比較小 而且距離比較遠的話 這個力衰減會比較快 所以關鍵就怎麼樣 關鍵就在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電荷的計算 那化學講到怎麼樣 講到這個概念 可是物理呢 把這整個結果把它怎麼樣 把它量化 所以我想呢 你有了這個電荷 我們剛剛講電偶極的基礎以後 你會更容易去體會 在化學裡面講到的這個電偶極 那偶極矩是用來描述 一個分子極性的大小 不過在新教材裡面呢 這個化學課本 並沒有特別去提到 那這個極性到底怎麼樣叫強 怎麼樣叫弱呢 那你就把它怎麼樣 你就把這個電量 乘上兩個的距離 那有一點像在算 我們之前講的力矩 力矩是不是叫力乘上力幣 對不對 那這裡是把電量 乘上這個距離 這個叫什麼 這叫偶極矩 那這個偶極矩呢 可以用來描述怎麼樣 描述這個極性分子的大小 好 所以呢 我們前面講了這兩個 很可愛的這個電荷的這個計算 那我們把它引申到怎麼樣 引申到化學裡面講的極性分子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